3月17号 驰援湖北的40多只医疗队 3000余名医护人员 分批乘飞机 高铁 汽车撤离武汉 这批医疗队来自安徽 新疆 湖南 广东 贵州 海南 陕西等省区市 在湖北期间 共支援14家方舱医院 7所定点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心情怎么说了 我觉得既有不舍吧 但是这也是我们来的一个最终目标 看到武汉的人民慢慢的好起来了 真的我们替他们也由衷的高兴 这次来虽然没有看到武汉的这金花 但是我觉得也是客房此行吧 下次我们也换一种身份到这来 再来武汉 希望看到是繁花似锦的和以前一样 特别繁荣创生的武汉 当天沉浸了一个多月的武汉天河机场人声鼎沸 武汉民警列队敬礼 目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离开 武汉当地志愿者们身着红衣 举着应有感谢话语的横幅 守候在机场出发大厅前 与即将返城的原恶医疗队一一作别 感谢江苏 向民致敬 感谢江苏 向民致敬 即将返城的江苏医疗队队员吴复斌 他告诉中心社记者 从驻地前往机场途中 路边职情的民警向车辆敬礼 目送大家离开 回想在武汉一个多月的点点滴滴 有苦有泪 但更多的是感动 我觉得武汉给我们生活保障 提供了很好的后备支持 我们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所以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希望人民 武汉人民早点 恢复 生产 正常生活 湖南贵州两省驰援湖北的医疗队队员 当天在武汉站乘坐高铁返程 湖南医疗队队员武林肖告诉记者 自己是乘坐高铁来到武汉 如今又乘坐高铁回去 尽管工作很辛苦 但武汉人的热情和这段共同战斗的经历 将令自己终身难忘 我觉得就是虽然就是坐高铁来到异地 感觉可能会开始有点害怕 但是到了这边以后 感受到这边人的热情之后 我觉得一点都不担心 一点都不害怕 然后现在回去了 有一点不行的 因为这边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热情 由武汉市民打开窗户 向返程医护高呼 谢谢白衣天使 湖北加油 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留言 谢谢你们为湖北拼过命 永远感恩 永远铭记 平安回家 武汉最美的不是樱花 而是武汉人民感恩的心 返回各地后 这些医护人员还将进行 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 等疫情过后 我们再重游黄鹤楼 再重温武汉所有的景点 到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我们应该会来武汉大学 看樱花吧 然后赏一赏本地的热干面 自今年1月起 来自全国330多支医疗队 逾4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 其中大部分于武汉抗击疫情